好,請張部長 好,請張部長 文維好,張部長 昨天美國投票的結果 那個歐巴馬還是連政 但是我們看媒體在報導 一個是股票大跌,大跌,沒有慶祝行情 但是他談到整個歐巴馬的這個狀況 一個他談到的是財政懸崖的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他談到的就是說 在美國歷任的總統裡面 失業率高達6% 但是可以繼續連任的 大概就是歐巴馬一個人 我想從這一些事件裡面 我剛剛也有我們同仁在談到就是說 你對於像歐巴馬目前未來的 我們所謂的他財政要健全 但是會不會相對的影響了 他們的這個政府的投資跟政府的支出 因為他要縮減他的政府支持 每一年4千億 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的這些策略或者他的這些措施 有哪一些會跟台灣產生影響 互動影響 有哪一些你覺得可以作為我們今天的這些 我們今天這個專題的一些借鏡的地方 你可不可以談一下 謝謝 委員現在對歐巴馬總統的政見很有研究 我想他第一個 他減少赤字 財政健全這個立場 是值得我們學習 雖然美國財政也不會有問題 但是他減少赤字 財政健全 第二個 他重租稅公平 他要提高富人的稅 然後要提高資本利得稅 這個租稅公平 那第三個他在經濟方面 他一方面要降低中小企業的稅 然後降低中低所得者的稅 所以他堅固的 那另外用貨幣政策 用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因應 所以他也是面蠻廣的 你覺得可以作為我們台灣借鏡的就是這些嗎 我看到報索好像有一個是什麼 素人對上一個什麼 富人還是什麼 素人的政策對上富人 他好像造成兩個 好像兩個 兩個面向 因為兩個人的出身環境 出身條件都不一樣 才會有這樣的主張不同 不過齁 這個 我想 美國 美國他畢竟是一個民主比較成熟的一個國家 那台灣 當然我們也逐步的要走向民主的道路 也像要像美國一樣 但是在很多政策上面 我不認為說齁 美國現在所做的 就絕對可以適用於台灣 所以 剛剛也有很多同在講到的就是 正所稅的實施的問題 是不是 或者是說我們有很多的政策 信不信的 非在這個時候 提出不可 就像我過去跟你談的時候 我經常談到說 欸 我們過去在 我過去 我不敢講研究財政 但是我過去對 預算是有一點專嚴 我過去很強調的 預算在 在研究的時候 我們強調的是財政收支平衡 或者怎麼樣讓我們的財政穩健 但是現在更重要的 我常常經常講到的 除了財政穩健之外 是要不要傷及我們的經濟發展 不要傷到我們的經濟的永續發展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政府在推動一個財政政策的時候 不見得是一定要採用緊收性的貨幣政策 或者是 我覺得凱恩斯的這種擴張性的策略 都不見得是不對的 我們過去像 我們消防總統 他是我們經濟的大公司 但是他當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他提出很多這種擴張性的 這種特別預算 我覺得對於當年的 就是當年的一個 我們度過的金融的危機跟金融的紅包 其實都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今天你當財政部部長 我過去好幾次我跟你強調的 我們不見得一定要採取 這種財政穩健的一個政策 為首要的目標 反而是要 我覺得當務之急 應該是要考慮的是 要怎麼樣讓我們的經濟能夠發展 反而是比較更重要的一個課題 所以剛剛都講 我們的曾偉人他們都是很專業的 他談到歲事之初的一個觀念 談到歲事之初之後 我們有多這些之初相對的要創造什麼樣的這個效益出來 這個大概他剛剛都有談到 但是我現在想請教你的是說 你在我們的 第七項 大概在第七項在談到我們這些 我們相關的 這個扣除額的部分 長照的 然後這是 保險年金的這些扣除額 大概說兩萬四 那我們的扣除額當然會 會相對的提高到七萬二 你談到我們的歲數之初 但是總加點之後 還可以創造五十幾億的 這個收入 還有增加很多附加的價值 這個是怎麼計算的 報委員這不是我們計算的 這金管會計算的 金管會計算的 那你的意思是請金管會來做一個報告 你等一下 好 請陳主委 這個這事怎麼計算的 取消稅的部分 就是你剛剛講到我們的 扣除額的部分 像年金的保險 或者是我們長照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最主要是考慮到說 但是我想請教一下 你這個會影響我們多少的 這個 稅額收入 我覺得你剛剛不是說 就是說齁 第一個你的那個 扣除額本身 那會直接影響到這個 手頭稅 這是了解 沒有錯 我會減少說你怎麼計算的 你告訴我 這個會影響多少 我們有一些這個 試算的原則 是不是請我們那個 保險局長來跟 文委員報告一下 文委員你好 我們在計算的時候 當然 他有扣除額 有增加扣除額 那這部分 會讓稅稍微有一點減少 減少多少 會減少多少 所以你們才有這樣的數字嗎 對 減少 如果是稅這部分 大概17億左右 但是 17億 但是 17億 但是附帶的 他業務量會增加 他會讓他的營業稅 跟所得稅 營業所稅會增加 所以整個算起來 這一部分是增加的 可以增加42.39億到75.55億 那四十幾億的是因為 他還會包括周邊的產值 會增加 那周邊的產值 因為你 周邊的產值 不是算在政府的財政收支吧 會會會 他會讓他的營所稅 跟營業稅會增加 所以這一部分也是 算進來的 那另外 因為我們長照 跟年金保險的財行 會讓政府的一些 社會福利的支出會減少 所以我們 整個政府的財政的支出 這一部分 是稅收 整個收入是會增加的 那這個四十幾億 就是這樣子算出來 這包括三個部分 對 我們 當成說 現在假設 我們當成說 你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阿 我現在要請教你說 阿 假設達不到這個目標的時候怎麼辦 我想 當然我們是要看 未來業務整個的發展 阿 我們會 我們這個也是有一些 所有人 你要告訴我說 你要負責任阿 我們是有按照現在的業務的情況 這些發展的情況 我知道啦 你知道啦 你是在預估啦 但是我們就像那個 我們的經濟成長 經常在下修 一年修了好幾次 我怕你怎麼像這樣啦 要有承擔一點啦 我這樣子啦 這其實是一個長遠的計畫 阿 那院長其實他指示的是兩個層面 一個層面是 不要這個 不要這個減少稅收 另外一個是 能夠減輕國家的財政負擔 那其實 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面臨高齡化的社會 我們日後一定要面對這個整個 這個長照跟年輕保險的問題 那我們其實推這個制度 我們沒有說 完全用商業保險的觀念 因為其實社會保險要先做 我們是希望說 搭配社會保險 然後呢來做 那社會保險 如果把商業保險這一塊 一起考慮的時候 社會保險國家的負擔 可能就比較輕 那所以這整個是要配套啦 我同意 現在來顧這些財務的資料 其實呢 都是涉算的基礎 而且都是一個長遠的涉算基礎 可能跟將來政策方向呢 會有關係 但是 從國家的長遠的政策發展來講的話 能夠把這個政並同考量 能夠把他並同考量 包括將來稅收是怎樣 給他一些誘因 這是有必要的 因為日本跟韓國就是這樣在做 而且是很有成效的 陳主委 所以 我剛剛跟部長在講的 是 該做不該做啦 至於稅是支出的觀念 也不是說一定要你們增加稅收啦 齁 我是覺得 一個國家的政策 施政 要讓人民有感 比 這樣的去分析這些數據 更重要 齁 所以 如果接下來這樣子 我就覺得說 我們還要再考量的一些小細節 第一個 兩萬四的標準 到底是有合理嗎 是比較低還是比較高 有沒有提高的可能 我給我們報告齁 其實 剛剛李委員在提了 應該是說 我們將來整個大的政策 齁 架構之下 把它 再來考慮說 回頭開始考慮說 個人配 配置多少 國家配置多少 然後這個個人 不用什麼方法 能夠給他一些誘因 那現在這提兩萬四 是因為照現在的制度提 我平常講 我是覺得說 所以也不是定案 因為上次曾委員 曾委員也提到 曾宣偉也在提 就是說 其實應該整個 保險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有一些稅務的優惠 是不是也可以整體 通通來討論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 國家政策議題 我們願意說 再深入來跟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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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應該要去做一個 更深入的 更前面性的去 去評估 兩萬四是不是合理的標準 應該再提高一點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應該要 施政的上面 應該要這樣去考量 第二個 我們現在是考慮的 就是說 我們過去 我們最近看到像 安泰人壽的這些 投資理財的這些 壁端 我們講壁端 或者說 有這些瑕疵也好 將來勢必的 我們的這些 會議 有很多的這些保險公司 他們會相對的 有這些保險基金 類似像這種事情 你們要做一個整個 長期的規劃 對於這些 塑險業的 他們取得的這些資金 或者是我們政府的 相關的資金 我們委託給塑險業 去做這些理財 或者投資的 我們要怎麼去規範 將來不要再造成 今天這樣安泰人壽 這樣的一個瑕疵 或者弊端 不可以再影響 不發生 他那個跟安泰人做沒有關係 他那個主要是 那個是 另外一個基金公司 雖然名字他叫安泰 但是沒有兩個 兩個集團 我知道啦 但是我想你 儘管會在這一方面 我希望你做一個 全面的做一個研討 那個投信 我們會嚴格的管理 好